2024大选侯兆沛三大族群难买单 萨卡都基站科技大佬串联停赖 亚洲天团五月天卷入夹唱争议 引发中国和台湾网友两派论战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是李月琪 好来关注2024大选要看到的是侯兆沛 现在是活力全开 那么承受到底如何 前立委林卓水就直言了 正式出现两高三低的状况 高出来的支持度主要是在花东里岛 还有桃竹苗 那么三低的部分也就是警讯了 就是年轻人最低 尤其是所谓的太阳花世代 也就是30到39岁是最惨的 以及中间水民最低 再来是高学历族群也不买单 不过日本学者小丽媛星星呢 他是看各家的民调来分析 他说呢现在赖清德文居第一 但是也没有松懈空间 因为蓝白破局之后 侯友宜的支持度是上升的 可能跟赖清德来进入肉搏战 如果赖清德的支持度呢 之前是有受到蓝白河的影响 可能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触底了 但是他也说在12月会回升 还要继续来观察 再来要看到的是对于国民党很爱用战争牌 赖清德晋总主委姚立民就说 赖清德当选的话 两岸战争的可能性其实是最低 因为这是给北京的警讯 那么他也提醒中国可能在选前 最后的两周放出大绝招 来营造选赖清德很危险的假象 民进党也对此要做好准备了 而对于先前蓝白协商 现在侯友宜、柯文哲、朱立伦还有马英九就被告发了 说是涉嫌来违反所谓的搓汤员条款 而对此柯文哲进办就回应要来近代司法厘清 但是面对近日柯文哲有爆料哦 说有人开价2亿美元要他当副手 赖清德阵营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指引这是中国在幕后操作 呼吁柯文哲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到底是受到中国还是国民党的压力 现在才闭口不谈 来看稍早画面 我们看到国民党跟中国一向是非常的友好 那我想在这个事件里面 国民党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 侯友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蓝白河之间对国民党来说 绝对是上上之选 所以这个中国的首介入来深入这个选举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哦 在这个搓汤员的过程中 我觉得侯友宜应该要出面讲清楚说明白 好面对民众党选战攻势 前立委林卓水也分析 柯文哲选总统是选假的 因为选立委才是真的 这是最有利的选择 而选战话题也要看到的是 现在外媒就曝光了 有蓝红势力是用假讯息来造谣 萧美琴的国籍 不过萧美琴已经是直求回应来破除谣言了 而同样是深陷国籍争议的 还有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 今天也被问到对萧美琴的印象 来看稍早画面 我之前again在我脸书上面都已经po过了 就是最了解美国的台湾人 对他非常的尊敬 谢谢你们 我希望以后媒体朋友们问我事情的时候 自己会先去查证 因为这个公文其实在10月的时候 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 会是每一个党要求一个委员陪同代表立法院去参加COP 好对于国籍的问题 其实内政部也公布了三组正副总统参选人 都有我国国籍 至于是否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不属于内政部的业务范围 而面对悬战白热化 可以看到话题是越来越多 现在科技界也有新动作 看到的是联电冲办人曹星成拍影片来呼吁选对的人 就是选赖清德 并宣布是由他来发起并担任总会长 12月5号要成立科技后援会 一起来支持赖清德跟立委参选人林志杰 到时候赖清德也会提出桃竹苗大戏骨科技政策 来争取科技界支持 好热搜话题要看到 亚洲天团5月天11月中在上海开场 人气很高 吸金26亿台币 没想到被中国网红质疑 在演唱会是对嘴假唱 这是中国网红 他是用软体来辨识粉丝拍摄的现场影片 他觉得怪怪的 因为他认为5月天音不准是真唱 音很准是假唱 质疑里头有高达五首假唱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 也是有专家说 这种鉴定软体其实不可靠 而相信音乐也先回应咯 说12月7号巴黎演唱会全程来直播 邀请大家来见证 那么今天伤心音乐也再度的发声明 表示绝对没有假唱行为 而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也要进行科学解析 如果假唱属实最高罚42万 而5月天现在卷入假唱争议 恐怕会影响到形象 那么其实中国跟台湾的网友也掀起两派论战 像是我们先看到在中国 有人就说全程直播就是最好的证明 也有人说5月天呢就算巴黎演唱会真唱 也不代表之前没有假唱 而在台湾有人就说假唱真的不行 甚至说之前在别场演唱会感觉唱得太好 原来不是多想 不过也有人说5月天的演唱会主打的就是气氛 就是想听他们聊天 好来看到印尼的梅拉比火山发生大规模爆发 火山灰是直冲天际 那么很多现场影片也陆续来曝光 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身上呢都是沾满了火山灰 情况很紧急 那么也可以看到火山灰是直冲高达3000公尺高 甚至降下的火山灰雨已经蔓延到邻近的城市 而在这里12月2号起总共有75名登山客上山 11名登山者已经被发现死亡 12人下落不明 那么也有不少人是已经下山 但是有多人因为烧伤送医 有民众就说当时是听到一声的巨响 火山喷发有感觉到地震 再来就是看到很多的小碎石不断落下 那么这一次爆发的火山几年前也有爆发过 我们看到印尼其实就在太平洋的火环带 境内有127座火火山 好来关心桃园这一起加勒福中原店大火 当时呢消防人员在救灾 结果警方发现有三个男子在一旁观看一切 没想要上前询问呢 三个人直接坦诚犯行 他们就是纵火的人 那么三名男子是餐厅的同事 在下班之后他们相约来吃宵夜 吃饱之后就到卖场来打发时间 没想要经过清洁用品区的时候 20岁的郭南经不起两名好友的怂恿呢 竟然是把杀虫器喷向点燃的打火机 导致现场迅速燃烧 那么桃园市消防局呢 是出动百名警销到场来营救 那么这一场大火也造成卖场大批商品毁损 必须停业两天 除了卖场也波及到商场内的12家餐厅 无法营业 如果再加上装潢清洁 还有整理的费用 三个人恐怕要面临天价赔偿 那事后警方呢 是把三个人都逮捕送办了 那么其中只有黄南有筹出两万元来交保 其他两人是被改以限制住居后释回 而律师也指出三个人 其实除了面临天价赔偿外呢 如果两个人还有教唆放火构成教唆犯 恐怕还会涉嫌刑法的放火罪 面临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感谢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